原神离开人体 服侍自己的躯体 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呢 经历者告诉我们 人原来生存在泥土中 神由天国先进 得到爱的启示 以及用尽所有美好词汇 都不够表达的那种惊喜 大家好 感谢您收看 由奇文为您带来的影片 那在今天的影片中呢 让我们一起来窥探 心理学家们 关于冰死体验的研究 以及著名医生 亲身所经历的 惊心动魄的冰死体验 我们的思维 仅仅是大脑的一种功能吗 如果是这样 那么大脑损伤的越严重 我们的思维能力 就应该越糟糕 但是呢 越来越多的大脑研究却指出 思维和大脑 有时没有关系 例如 在冰死的极端情况下 思维功能似乎不受影响 甚至比大脑 没有损伤的情况下 还要灵敏 这表明 人的思维能力 可以独立于大脑而存在 也就是说 思维可以不受大脑的限制 或者可以这样认为 有时思维和大脑 没有必然的关系 这个呢 也许很难让人理解 但是呢 维也纳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亚利山大 巴特亚尼博士 在回顾数以千计的 冰死体验记录 做出结论 人越是在严重的 生理危机条件下 越能经历 以冰死体验那样的思维活动 会体验到清晰复杂的认知和感觉 在巴特亚尼博士的研究中呢 冰死体验者 W先生诉说 我的心变得纯净 我的思维变得敏捷果断 我感觉到 无比的自由自在 非常满意 没有身体的束缚 我感觉到 与周围的一些存在着的 一种在我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方式 跟我周围的一切连接 我觉得 好像思维更加迅速 或者时间明显变慢 又一位的冰死体验者描述道 当时啊 我的意识是非常的清晰 完全知道自己的存在 我的思维变得更敏锐 精神更集中 事后回想 那像我活着时候的半睡眠状态 虽然当时我被宣布死亡 但是我的意识完全明白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医学博士 麦尔文·莫尔斯 和美国的健康杂志前主编 保罗·帕瑞 合著的《走向光明》一书中 记录了一宗生动的离体经历 一个25岁的女星 包拉在一次突发的心脏病中 心脏停止了跳动 强救醒来之后 她描述道 我飘在天花板上往下看 有三个护士在我的身体周围 有一个测完我的脉搏后 对着另外两个护士喊道 给医生和她的丈夫打电话 医生马上就过来了 做完一个简短的检查后 医生说她死了 我飘出房间 进了走廊 看见了我的阿姨 这家医院的护士 她正在和别人说 多可惜啊 包拉曾经是多么好的小妈妈 我很奇怪 她为什么要用曾经试 我试图和她们说话 告诉她们我还在这儿 但是我没法和她们交流 我甚至还可以飘进另一个房间 我听见一个病人抱怨说 太吵了 护士对她说 包拉在隔壁病得很严重 然后我就飘了回去 看见我的丈夫已经来了 她对医生说 这叫我怎么向孩子们说呢 这时我想我可能已经死了 我的第二个念头不是害怕 而是觉得这会是一个有趣的经历 我想告诉她们 我当时就在这儿 我甚至可以看到她们 和听见她们说话 但是没法和她们交流 这很令人沮丧 当我看着她们抢救我的时候 屋子里变得十分明亮 一个彩色的大棚照下来 在我的上方 在她的中心呢 使非常亮的光在闪动着 我知道那光亮的中心 就是我想去的地方 最后呢 我回到了我的身体里 我看见了医生 摇着我的肩膀叫着 包拉 包拉 回来 我在那时回到了身体 并醒过来 美国著名的神经外科医生 艾本 亚历山大 在天堂的证据 Proof of Heaven中 记录下了她的冰死体验 该书一上市就轰动了欧美 连续15周蝉联纽约时报 亚马逊排行冠军 引发了社会的热议 她在书中写道 作为一个神经外科医生 在过去的许多年中 我曾经听说过很多 关于离体体验的故事 故事情节大地如此 人们在遭受了 心搏停止之后 感觉在神秘世界 进行了一次旅行 那里有极好的风景 还有人会与死去的亲人对话 甚至有人见到了上帝本人 毫无疑问 这些故事都很动人 但在我看来 这一切都不过是幻觉 艾本亚历山大医生 在她的传记中写道 我是一名神经外科医生 在我11年的医学院生涯 及杜克大学 麻省总医院和哈佛大学的 住院医生培训期间 我主要是研究神经内分闭学 在取得脑血管神经外科研究员职位之后 我又在哈佛医学院 做了15年的外科副教授 并一直经营在脑神经外科的 专业领域 总体来说 我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医学 我还有一个美丽的妻子 和两个可爱的孩子 尽管我在工作上 投入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但并没有忽略自己的家庭 我的家庭呢 是我生命之中 工作之外的另一个福祉 我知道 从很多方面来讲 我都是一个幸运的人 然而 2008年的11月10日 在我54岁的时候 一切的运气似乎都用光了 我突然得了一种极少见的疾病 并在昏迷中度过了整整七天 关于异世界的体验 艾本一直秉持都不过是幻觉的观点 而在这次的昏迷中 艾本亲身经历了原神离体的冰死体验 艾本说 在那段时间里呢 我的整个大脑心皮质 也就是大脑外层停工了 从本质上看 它从我的身体里缺席了 大脑缺席你的身体 你就会从周围的世界缺席 脱开肉身 艾本看到真相 周围是有形的彻底的黑暗 你沉入泥土之中 却能看透这泥土 这就是我的感觉 说泥土呢 或许是泥果冻更准确一些 它是透明的 也是模糊 肮脏 幽闭的 让人感到窒息 不仅如此 周围还伴随着糟杂 还有声音 一种深沉 充满节奏感的声音 这种声音啊 像是金属碰撞发出来的 就好像地下有一个巨大的铁匠 在不断地敲打铁毡 它的敲击是如此的有力 敲打声 穿透了大地 泥土和泥 尽管你并不能确认 自己到底是什么 接下来呢 我闻到了一种气味 这是一种排泄物 混杂着血液和欧吐物的味道 是一种生物体的味道 只不过散发味道的是 死亡的生物体 早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气息 随着我的感觉 越来越敏锐 我已经接近恐慌的边缘 奋力地挣脱泥泞 黑暗 肮脏和金属 铁匠混乱的糟杂蹦撞后 艾本看到 有些东西在黑暗中 慢慢地旋转着 放射出一缕缕白色的光 在光束的正中出现一个缝隙 我眼前的已经不再是旋转的白光 而是能直接看到另一侧的一道缝隙 我发现这个裂缝的一瞬间 自己的身体就飞快地动了起来 耳边是嘶嘶地声响 然后我发现自己已经穿过那个缝隙 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也是一个从未见过的最美的世界 灿烂光辉 生机勃勃 心醉神迷 极致美好 即使我将所有美好的形容词 都用在他的身上 似乎还是不够表达那种惊喜 这种感觉就像出生时 第一次见到这个世界一样 不是重生 也不是第二次的出生 而是唯一的第一次的震撼和喜 我在飞行 越过了树木和田野 也越过了溪流和瀑布 到处都是人 我看到有玩耍喜闹的孩子们 有些人正围成圆圈 唱着跳着 这是一个美丽的 令人难以直信的梦想世界 艾本感觉自己就好像新生儿一般 出生到了一个更广阔的新世界里 有个漂亮的女孩就在我的身边 女孩的衣着很简单 但衣服的色彩跟周围的一切一样 透露出一种不可一世 十分生动的生命力 这种色彩呢 混合了粉蓝色和电蓝色 又掺杂了一些柔软橙色和桃色 他看了我一眼 如果你曾见过这样的眼神 又会觉得不管发生什么 生命都是值得的了 这一眼呢 跟罗曼提克无关 跟友谊无关 而是超越了这一切 这个眼神里包含的情感 超越了地球上所有种类的爱 女孩开始用思维传感之交流 她传递给我的信息 就像一阵风拂过我的身体 而我瞬间就知道 这真的不是幻觉 那个女孩说 你是被爱着的 你没有恐惧 你不怕犯错 女孩传递的信息 包含了三个部分 我们会向你展示很多东西 但最后你还是会回去的 有什么东西拽了我一下 这种感觉 不像有人抓住你胳膊那样的拉扯 而是很微妙的 跟身体无关的感觉 这就像太阳躲到云彩的后面 你的情绪随之发生变化那样 你是被爱着的 从理想王国中离开的埃本 途经原路回到那个黑暗的王国 这次不同的是 当我逐渐沉入黑暗中时 我知道自己即将面对什么 所以这一次 我没有了初始时的那种恐慌 即使那扇门后的美妙乐声 逐渐的消失 那种沉闷的敲击声 逐渐的浮现 我也不再惧怕 因为我知道 我不属于这里 我只是一个过客 在彼岸 埃本感知的是喜乐 是爱 他认为物质至上的观念 完全是错误的 而生命对于人来说 是一场磨炼 我们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 开决自身的神性 好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请帮我按赞订阅 以及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最重要的是 千万别忘记开启你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随时收到更新的影片 信不信由你 感谢你的陪伴 我们下集影片 再见